韩国的釜山国际电影节 今年有很多华语电影参展 今年的看幕片是台湾电影《军中乐园》 带观众回到1960年代的台湾 看见外省族群的历史 而中国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归来》 则是以文革为背景 讲政治犯平反回家的故事 韩国方面有关四月号沉默的纪录片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今年的釜山电影节充满话题 这些我好心啊 你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2014釜山国际电影节 由台湾电影《军中乐园》揭开序幕 这部片以1960到70年代的 台湾军中生活为背景 描述台湾外省族群的伤痛 还有压抑的军中文化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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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 快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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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 快跑 中国知名导演张艺谋以文革题材为背景的电影《归来》是本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和导演遗珠 不过这次参与福山影展备受瞩目 记者会上张艺谋宣布了芯片计划 明年年初就开始拍一个大片吧 跟美国合作的是一个古装动作也有奇幻色彩的这样一个电影 广山电影中心前韩国电影工作者聚集抗议 他们不满十月号沉默事故纪录片可能因为官方介入取消播映成为本届福山国际电影节的意外插曲 两部华语墙片回顾政治历史 十月号船难纪录片挑动韩国当局敏感神经 韩国最大规模的电影盛世话题不断